在选前之夜遭到枪击的连胜文已经出院 目前伤势复原的情况还不错 但是他的助理表示 连胜文对于媒体报道 嫌犯是认错人 才向他开枪的做法相当不能接受 他不排除要亲自出面 向外界说明当晚的经过 也希望检警单位能够公布搜证录影带 还原真相 而在另一方面 有立委打算要提案修法 明定未来选举过程 如果发生了枪击案 就自动延后选举 但是内众部长江仪化认为 必须要审慎研究 连胜文在五都选前之夜遭枪击 台下部署三次实名警力 第一时间制服嫌犯 但第一手的搜证影带 却没有对外曝光 检警卫公布影带 可能担心有人串弓 但是连胜文对于被误击 嫌犯开枪打错人的说法不能接受 透过助理表达希望揭露影带 让大众了解案发过程 也不排除在本周会亲自对外 说明当晚情形 前方中山也再度提讯嫌犯林郑伟 以及传唤四名证人 厘清案情 但此案迟迟未破 传出台北陷阱局 有人官位不保 江仪化强调 适逢五都改制 陷阱局仍是调整 事在必行 不一定跟这个案子有关 也有人质疑 永和分局事先就知道 有人会闹场却知情不报 江仪化说不可能 未来选前发生枪击 是不是要延后选举呢 立委打算提出修法 内政部表示尊重 这一次发生枪击案受害的人 一名是已经顽固的民众 另外一名是助选员 他们本身都不是竞选者 所以这一点也要考虑 在修法的时候 是不是要把这么大 广泛的范围也通通包含进去 不过江仪化说 立委提案必须周延 是不是从总统到地方名义代表的选举 遇枪级都要自动严选 而除了候选人之外 助选员还有支持者 该不该纳入 都应该要审慎考量 记者台北最后报道